我們這次想集中談 最近也有很多人議論的 香港我們的年輕人參政的問題 因為最近似乎多了很多新興的參政的組織 很突出的就是我們的年輕一代覺得她要參與 我也留意Regina 你公開對這個現象也有過一些評論 首先你有什麼基本的看法呢? 我覺得目前部份年輕人 我看完他們的時代宣言 也看過民主派中清的前途議決書看完這些文件 我覺得部份的青年人很焦慮是出路的問題 沒有出路 出路是指 各方面的出路 你看看時代宣言 他其實涵蓋面也很廣 對於我們的交通運輸 房屋 文化 生活空間 都有全面的描繪 對於現狀是不滿的 所以他們覺得希望用一人一票解決問題 我覺得政改不通過都是刺激了這些 甚至刺激了一些所謂自主自決的 如果是政改通過了 大家有一個遊戲規則 行政長可以普選 然後下一步立法會可以普選 大家就參與了 是吧? 但是因為這條路暫時看不到怎麼可以走 很多人出來再講一些自決、自主 甚至再要討論香港前途 這個很危險 不要再將香港前途擺上台 因為可能他們沒有經歷過我們當年的確確 你跟我經歷過 80年代中英談判 後來草擬基本法 這個信心是當時有很大的信心危機 是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是通過整好基本法 草擬好了 穩定下來的 現在我們又有人提出2047不可以缺席 再將香港前途擺上台是很危險的 沒錯 我本來一直那個想法 或者過去一段時間跟各方面的人談 即使有人提出2047的問題 疑問都是說2047之後 一國兩制這個兩制是否還可以繼續呢 沒有人會去質疑那個或者挑戰那個一國的問題 如果現在我們竟然會提到2047 到底香港可不可以跟中國脫離出來呢 這個正如你所說的確是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 不切實際並且令人很擔心 外資都會擔心 你這樣搞法 是不是 但是我們怎樣去分析 剛才你所說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因為那個政改 普選的方案被否決了 在年輕人當中 他們在政治上找出路的問題 除了這個因素 為甚麼會回歸了現在接近20年呢 這個問題忽然間會這麼突出 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會這麼突出呢 是的 因為有很多 當然背後有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 譬如時代宣言說 他們窮畢生之力 都買不到一個居所 他們這樣計算的 但是這個不只是今天才是這樣的 我們當年就不需要窮一生之力 看到會存錢買到 近年代的房價標升 還有一件我覺得令到他們的心理上不舒服的就是 不僅止國家的強大 國家越來越強大 不僅如此 他們覺得是一國兩制 兩制好像我們的政府代表不了香港人 香港人的聲音好像聽不到 當然我們知道不是啦 你們在立法會都知道 很多議員的意見政府吸納了 很多事情做不到或者修改了 都吸納了人民代表的聲音的 但是那些青年人為何要搞到要自決 要擺脫國家呢 就是他們有些感覺 當然我不認同 他們覺得香港被矮化 在一國兩制方面 香港人是被矮化了 但是國家的看法又相反的 覺得國家的主權沒有被尊重 越來越不僅沒有回歸 人心回歸還越走越遠 所以如果你問我們現在香港管治最大的問題 就是對一國兩制 其實有一個信心的危機 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沒錯 我們一會兒第三節都想重點談談這件事 看回我們今天說這個年輕人從政的問題 我相信你都會和我們 我歡迎他們來重整 你參政那個真的是去訂磚 我都說了 我反而會覺得 歡迎 最好 我們不夠這個青年 世代交替應該的 應該的 我亦都注意到 Regina 你真的有一件事很厲害 新民黨是吸引到很多年輕的 是相當高質素 無論你從它那個學歷 專業的水準來講 或者就是那個政治理念方面 很高質素的人是加入的 問題就是我們這類的人才 在今天我們的體制裏面 往往就是找到出路不多 是不是 現在多於以前 現在讀政治科學 國際政策 這些是多了 有你的智庫 智庫都多了 智庫請人的 是不是 政黨又多了 出來選的議席又多了 其實比以前多 以前如果你有的子女去讀 什麼international policy 你做什麼 現在已經比以前好 我這十年來的感受就是 最頂尖明後出的 我沒有辦法留住他們 我出了多少錢的薪金給別人 我不是說別人向錢好 他自己最終不一定只看你現在的薪金 他那些有一個重症的出路 我都給了一個階梯他的 他進來選了區議員 接著做政助副局 晚餐還做局長 有個階梯的 但是那些那麼高才 學力那麼好 就不甘願做個區議員 是吧 大家都知道區議員很辛苦的 廁所都要去密記者 不是捉蚊 捉室捉老鼠 是真的 我住山頂區 我都叫陳浩廉來幫我捉蚊 是真的 你有些真的覺得不可以長遠做 我終於進去做政策 是吧 太高才 留不到的 他們很快進去政府做政策 我已經沒有了兩個了 我兩個校友沒有了 不怪他們的 但是做選舉要另一種人才 他真的喜歡和市民接觸 但現在物質上已經不差了 你知道 是吧 無論做區議員 或者立法會議員比以前好很多 都有個階梯的參政 你做助理 然後做區議員 做幾年做得好 做立法會議員 民建聯也很多 跟著可以進去做政助副局長 已經有個階梯的 所以我歡迎年輕人參政 我在街派單仗都有 市民問我 你是不是幫年輕人的 我會說是呀是呀 這個我就是想 和你專門研究這個問題 政黨的角色 或者具體的說 政黨的培養 政治人才方的角色 因為你知道 我們搞民建聯搞了很久了 我們應該說 培養一些可以有能力去參選 區議會的議席 立法會議席的人 過去這20年 我們都出了不少 很多 你出了很多 但是老實地說一句 你培養的人能夠入到政府 政府做到一個高質素的 管治人才 還是不行 因為整個機制來說 我們搞選舉 沒錯 我明白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土壤去培養到具備管治能力的 我覺得政府的政治任命制度要改 不只是委任人做政助 或者是副局 副局是必要的 因為那個局長 不能花太多時間在立法會 他真的要人提醒他 政助呢 我覺得人工過高 都不只是人工過高 都不只是人工過高 應該是給機會正助做聯絡 他哪裏學到政策 其實梁振英商剛剛做行政務 他說打散他的 應該是這樣 是嗎 幾十個多些 是啊 是啊 但是有些局長是攬著一些賦予的政助 或者要益他不想減他人工 其實應該多開一種D2的位置 給那些外面 譬如你有個立法會議員 叫他做一個schedule 正式做一個 好像PAS 我們說是首席 正式做數據政策分析 PAS是很重要的 D2 level 在政府總部 去學一個政策怎麼做 做得好呢 就是讓他進來做政策 在這個很重要的首長 第二級的職位 聯絡部門 給資料上司 訓練了他 可以了 再讓他做其他職位 副局 政策和政治經驗的結合會好些 正助你只是做聯絡 我知道正助做甚麼 其實正助都不打電話給我 起碼副局打給我 你也知道的 正助其實是一整天來立法會 跟議員聊天 收封 跟記者打下牙教 你也知道的 真的參與那個政策 對 聯絡不行 對 不夠 這個我覺得是很需要研究 因為你 這個要調整 你長遠來說 你說要提高政府的管治能力 那個管治人材的質素很重要 是啊 但我們也需要那些官員 有那個民間的觸覺 政治觸覺是要的 甚麼出去會撞板的 甚麼會被人見光死的 好像說強積急注資六千元 這些 你問了議員 實話你也知道是不行的 對吧 也應該找一些年輕一點的議員 嘗試做這些政策範疇的工作 看他們行不行 這樣他們結合得好些 嗯 我希望看到多些所謂叫做旋轉門 是啊 沒錯 除了我們有一些議員 有機會進到政府之外 如果能夠譬如在政府裏面有一段經驗 是的 肯出來選議員 沒錯 你是很少的例外 是吧 官員通常不肯的 不肯的 不肯的 沒有肯的 但是可以鼓勵議員進去做D2 我覺得由正座挑副局 是挑得太厲害了 好啊 這一節我們暫時就談到這裡 然後回來談一談圓景